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常理来说 杨淑春本来应该是被许多家长当作教育孩子的榜样 可记者去采访时却发现别人对他有不同的评价 在这个小区里 记者见到了杨淑春和他的父母 说起杨淑春创业的事 杨淑春父母的情绪就变得越来越激动 让父母情绪如此崩溃的原因 跟杨淑春在23岁和32岁时做出的两个决定有关 十几年来 只要提到这些事 一家人总是闹得不愉快 1999年 杨淑春以全无锡市文科第二名的成绩 考上了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 毕业时又被外交部选中 就在万事俱备 马上可以去外交部报到的前三天 23岁的他却突然放弃了这份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 哎呀 他做这个决定我们都差一死了 这个家伙脑子进水了 外交部这么好的地方 现在外面工作多难找啊 他去了还辞职 真的是 他没有什么经验 没有吃过什么苦 没有摔过什么胶 就自说自话 自己找自己的路走 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 很有风险的 父亲气到要和他脱离父子关系 然而事情远没有就此结束 杨淑春32岁时 又一次不顾所有人的嘲笑和反对 做出了一个决定 直接把父亲气得要自杀 我们养了他这么大 只能养他的身体 不能养他的心 他现在不听我们的话 我们真的是没办法 无可奈何 我们还觉得他好像还没长大 像初中的这种学生的逆反心理 杨淑春到底做出了什么决定呢 待着一问 记者被杨淑春 领到了无锡市鹅湖镇的一个农场 因为第二天是五一劳动节 工人一大早就开始拉网打捞第二天要卖的鱼 杨淑春告诉记者 在他的农场里有一种当地特有的大鱼 我看已经捞了半天了 都没捞上它了 别着急 它在水的下部 它是最后一个出来的 一会儿肯定能补得到 十分钟之后 记者果真见到了杨淑春所说的大鱼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叫甘露镇 这里产的鲸鱼就叫甘露鲸鱼 这是无锡 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最有名的鲸鱼 也是我们的苦特产之一 你看像这条估计得有十一二斤 十二斤对吧 这个农场就是现在让杨淑春十分痴迷的事业 杨淑春究竟是为了什么 才要放弃外交部的工作 回到这个乡村来创业的呢 杨淑春出生在无锡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学习上从来没让父母操顾心 1999年参加高考 顺利考取了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 2002年 当时还在北大读大三的他 就被外交部选中 公派到西班牙留学一年 学费和生活费都由外交部负担 2003年7月 杨淑春结束在西班牙的学习 回到北京 参加了外交部的入职考试 并顺利通过 正是入职前 有一个月空闲时间 杨淑春回到老家无锡 和父母团聚 家里将要出一个外交官 杨淑春的父母每天都笑得合不拢嘴 离报道的日子越来越近 母亲满心欢喜地给杨淑春收拾了行李 父亲也早早地就给他买好了回北京的车票 可谁也没有想到 就在去北京的前三天 杨淑淑春突然不见了 去外交部报道的日期马上就要到了 如果不按时回去 不但要失去这份外交部的工作 还要赔偿一大笔违约金 可杨淑春偏偏在这个紧要关头不见了踪影 父母着急的几乎崩溃 杨淑春究竟去哪了呢 等到了最后一段时间 我已经不敢再回家了 怕我爸妈会做出过激的举动 所以最后我还是决定 等于把生米做成熟饭吧 直接一走了之 杨淑春一走了之 目的竟然正是为了不去外交部报道 是对我重大重大的一次打击 没有办法 我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 无论多大的困难也好 无论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觉得都有必要把它完成 父母情绪几乎崩溃 找了杨淑春三天 始终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眼看着已经错过了 去外交部报道的日期 老两口只能无奈的 自己坐着火车去了北京 替杨淑春到外交部说明情况 并交了违约金 这个钱是他的国外用表的 学费生活费 都是外交部发给他的 那你不去为他工作 肯定你就要还给他 不叫赔只叫还 我觉得我很对不起父母 去为自己儿子的决定买单 天平的一端是去外交部工作 另一端是放弃外交部工作 另外要赔上这么多数额的钱 就是一般篮角完全很难理解 那么杨淑春 为什么要做出这个 让很多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呢 他的转变就发生在去西班牙公派留学那年 杨淑春从小有个爱好 就是喜欢踢足球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不是你这一颠我这 你这一数我这颠金 西班牙是欧洲的足球王国嘛 然后几乎所有人都踢这 西班牙我几乎每周要踢三到四次 因为喜欢足球 在西班牙留学时 杨淑春便在报社找了一份报道足球比赛的工作 这个报社创办人的经历 让他热血沸腾 这个报社呢 也是由一个中国人创办的 他当年到西班牙的时候就两手空空 最后赤手空拳 拥有了好几亿的身家 这个人的创业经历 让杨淑春觉得自己必须要放弃外交部的工作 我觉得我的人生不应该是一条规划好的线路 如果让我觉得我现在一眼可以看到我80岁的时候 60岁的时候在干什么 我会觉得很恐怖 我的人生应该是每天充满变化 每天在奋斗中 每天在变化中不断的前行 带着白手起家 异国创业的激情和梦想 2003年9月 杨淑春再次回到西班牙 他一边在马德里大学 攻读市场学硕士学位 一边在报社和进出口公司打工 攒钱准备创业 杨淑春在进出口公司打工时 认识了一些代理商 这些人专门帮像快餐店这样的零售企业 采购促销时的赠品 2007年 杨淑春用五年省吃检用 攒下的五十万元 注册了一个贸易公司 从中国定制小商品 卖给那些认识的代理商 从中赚取差价 最好的时候 一年能卖出上千万 到2011年 他已经在西班牙 有房有车 过上安逸的日子 自己做生意 在那边过得非常滋润 我们都很羡慕他这样的生活 所以我们当时还说 哎呀你在那边站住脚以后 我们来西班牙来投靠你是吧 就当别人觉得 杨淑春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 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 过上了想要的生活时 2011年 他却突然又做了一个 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 放弃在西班牙的一切 回国重地 这一次杨淑春又是为了什么 他究竟发现了什么商机呢 吃饭啦 没有西装领带 只有布鞋三轮车 吃住都跟村民在一起 这就是杨淑春放弃西班牙的一切 回国之后的生活 就是脑子进食 突然从天上又坠入 从云间又掉到地上 别人心里面可能会打个底部吧 为什么你在国外好好的 你已经拿了国外的身份了 你还要回来呢 是不是混得不好啊 被迫回国啊 同学朋友都在猜测 杨淑春是在国外混不下去了 才迫不得已 回老家农村躲债 跟你说你在国外混不下来 就是回来搞这东西 我们两个人联盟都不敢出的 那么杨淑春放弃西班牙优越的生活 回到老家农村 到底要干什么呢 这个占地八十亩 位于无锡市俄湖镇的农场 就是杨淑春放弃西班牙的一切 回国以后和三个朋友一起合办 四个人分工明确 有的抓生产 有的做外棉 杨淑春就负责制定农场整体的经营思路 而这也正是他最有把握的部分 第一点 我们一定要坚持有机的方向 绝不能因为要追求产量 或者追求规模而放弃这个理想 这个方针我是一直很清晰的 在杨淑春的农场里 鸡者就见到了这样的 我们打算把它做成汤 给猪吃 对 对 我们的猪火食好吧 杂鱼炖汤喂猪 猪粪给蔬菜做肥料 菜叶又用来喂猪喂鸡 全部养殖种植过程 不使用化肥农药 不仅如此 杨淑春还有一个独特的思路 而正是这个思路 让杨淑春的农场受到非议 杨淑春的农场只有八十亩地 却种植和养殖了近三十个品种 每一种都只有很少的量 这样的做法 成了当地村民眼中的笑话 如果搞定的话我看不上 单物生产以后 可以用工少 用机械化杂工物生产 你去这个地方杂鸡精 机械用不上去的 基本上是能够老农的 老的生产的话 全部都要消灭的 别人就觉得我们这样 成本又高 技术难度又大 就觉得你们为什么做这一块 觉得不划算 地少品种多 不仅因为无法机械化作业 带来成本增加 而且每多种植或者养殖 一个品种 因为技术不同 就需要更多的管理人员 本来就因为儿子办农场 憋了一肚子火的父亲 听说杨淑春这么乱搞 再也忍不住了 2012年2月的一天 矛盾彻底激化 杨淑春和父母爆发了 激烈的争吵 父亲甚至放下狠话 如果农场能够赚钱 自己就自杀 火了以后 转了一大圈人家去搞这东西 你今天赚钱 我可能要去自杀 后来又真是开玩笑的话 那后来想象 我这样子又可以往下开大了 这句话里面 包含着我爸对我的不信任 我本身自己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如果别人对我不信的话 我会觉得别人在贬低我 村民笑话 父母不理解 可杨淑春就是要这么做 因为这个思路正是让他有底气 放弃西班牙的优越生活 回国创业的原因 那么杨淑春开农场的思路 到底是什么呢 这还要从2010年10月 父母去西班牙 看望杨淑春时 发生了一件事说起 生活中的这件小事 却让杨淑春意识到 国内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家庭 具有消费高端农产品的经济能力 但很少有农场 可以同时提供餐桌上 绝大多数食材 方便消费者采购 杨淑春就是要办一个这样的农场 一家人所需要的绝大部分的食材 都能够一站式的 在我们的农场得到解决 所以我们虽然每一种作物 或者每一种动物 种植养植的数量都不多 但是我们的品种却很多 就光蔬菜我们就有二十几种 然后再加上猪肉 鱼和鸡 一家人所需要的大部分食材 都能在这里解决 年轻人来做这个行业的话 会比这些原来的农民 原来这些做农业的人更有优势 我们能够做出 我们能够想到 他们所想不到的事情 我们能够做到 他们所做不到的事情 杨淑春觉得这一次才是实现自己创业梦想的真正机会 我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 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上市企业 每当我看到这一切 我就相信这一次是我距离这个梦想最近的时候 杨淑春野心勃勃 他要把农场做成上市公司 可从2012年初回国创业到2013年5月 这才一年多的时间 他就发现事情远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也因此第一次开始质疑自己的决定 在杨淑春的农场 有一头超过400斤的猪 到现在都舍不得杀 这头猪至少有四五百斤 这是我们这里年龄最大 在这儿待的时间最长的一只猪 这养了多久啊 将近20个月 这头猪身上有一个我们农场一个故事 大家想起来还有点心思 这头400多斤 养了将近20个月都舍不得杀掉的猪身上 到底有着杨淑春 什么样的心酸故事呢 这些东西人都能吃 不信我吃给你看看 哪儿你吃啊 玉米啊 听看只是味道不好 但是人吃了没有害处的 什么味道啊 没味道 什么味道也没有 加点盐会更好吃 2012年秋天 杨淑春的农场先后两批 购买了50头小猪仔 每天只为这种玉米和青菜拌成的饲料 2013年5月 第一批养的猪 最先到了可以出售的时候 杨淑春对这些猪可抱有不小的期待 当地普通猪一斤卖到6元多 他给自己养的猪 却定价30元钱一斤 觉得我们养的好东西肯定肯定有能要 肯定卖出去肯定是都抢不过来呢 像这样一头猪 我们如果全部卖掉的话 大概可以卖6000块钱 我们当时一共有50头猪同时出来 它的价值就30万 可这些猪并没有像它们想着那样很畅销 30元一斤的高价根本就卖不出去 2013年7月 眼看着第二批的25头猪也都可以出栏了 可第一批的25头猪还一只都没有卖掉 因为猪它不比普通的产品 你如果不把它及时卖掉 不把它及时杀掉的话 它就依然在消耗你的成本 就像现在这样 对它不停地吃 而且长个的速度就非常慢了 是非常不划算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时一边是卖不掉 一边他们又不停地在吃我们的饲料 然后非常着急 所有人都非常着急 这50头猪卖不掉 不仅每天要增加200元的喂养成本 而且农场一大块的收入都泡了汤 这让所有人都很着急 大家开始质疑杨淑春 他办农场的理念 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压力很大 我们投入了那么多 然后你都好好东西没人买 觉得这个农场办下去 好像没什么前途 然后怀疑当初的决定有没有错了 家人反对 合伙人质疑 而产品又偏偏卖不出去 那段时间 杨淑春的压力非常大 常常急地睡不着觉 他开始动摇 自己当初回国创业 究竟对不对 这是当年农场里挖鱼塘时 堆起来的土丘 杨淑春经常喜欢到这上面来坐坐 这是整个农场的制高点 坐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农场的盖帽 上来看完之后 会让自己有继续下去的动力 总算这一切都是自己亲手创造的 我相信 在这里的话 只要继续努力一定会比以前 比现在搞得更好 看到自己亲手创造出的一切 杨淑春决定振作起来 很快他就找出问题所在 想到了一个能迅速解决猪滞销问题的方法 而且也正是通过这个方法 农场所有的产品都开始供不应求 几乎每天都有电话 也有人自己找过来的 不光是猪 还有大米 我们的蔬菜 鸡 全都有销入了 杨淑春究竟用了什么方法 这么快就把50头猪都卖了出去呢 原来杨淑春意识到 自己的产品卖不出去 最重要的问题是没有找到 愿意买自己产品的消费者 他想了一个办法 让消费者自己找上门来 他叫何玉杰 是杨淑春的朋友 2013年7月的一天 杨淑春找到了他 邀请他来农场参观 而何玉杰 正是无锡当地一家报社的记者 这个猪比较吸引我 可能外面的这样的猪很少 这个黑毛猪 关键说是一个北大的学生来办农场 我觉得更有意思 所以我就抽了一天 那个周末过来采访了一下 我记得是 他是礼拜六来 礼拜 对我们是周末来的 周末来的 然后礼拜一的晚上 他就打电话跟我说 礼拜二的报纸会出 然后他说可能会在头条上有写写 2013年7月23号 北大高材生回家乡重低的报道 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杨淑春和他的农场 也一下子活了起来 看了报道 很多人都来杨淑春的农场考察 杨淑春就会像这样 用自己农场的产品 做一大桌子菜 让大家品尝 通过展示自己的产品 吸引高收入群体 成为自己的固定会员 2014年是杨淑春回乡创业的第三年 他的农场已经按照他当时的规划 走上了正轨 拥有会员277人 他的创业项目 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他在做的时候 他可能还有一种 实现人生价值 实现人生报复 他有这种想法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大学生创业最大的特点 今年五一假期 很多人来农场参观 记者在这里也碰到了杨淑春的父亲 这是他第一次来儿子的农场 父母的支持和认可 也是杨淑春最大的欣慰 最需要的秘诀就是执行力 不是有人说过吗 一个成功的创业者 绝不是因为有了一流的点子 而是因为拥有了一流的执行力 三流的点子加上一流的执行力就能成功 相反 一流的点子加上三流的执行力 却可能失败 这个世界上有想法的人太多了 但是真正能够把想法付诸实施的人太少了 而能够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始终坚持 不被困难和风险所打倒的人 那就更少了 所以最后创业成功的人寥寥无几 杨淑春在他23岁和32岁时 两次做下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重大决定 在采访中 他不断跟记者提到一个词 梦想 杨淑春说 年轻人之所以年轻 不在于他年轻的体魄 而在于他所拥有的最前沿的思路 和为了梦想敢想敢做的决心 好的朋友们 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浏览查询 好的朋友们 广告之后一起来看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要到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当村之书 他硬着头皮走马上任 他夸下海口 最终却落得微信扫地 他要重头再来 却不被理解 还被软禁 生死存亡的时刻 他该出手时就出手 看仆幻中 是如何把当地很少有人做的事情 发展成带动百姓致富产业的 内容 有史诚